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主播点新闻 我是一会 1963年建国7月 特别理事会已同意 建议修正联邦宪法内条款 恢复沙巴及沙拉越 作为共族马来西亚平等伙伴的地位 首相署部长沙沙事务 拿斗斯里麦西木今天表示 该项由首相拿斗斯里 伊斯麦沙比利与周一主持的理事会会议 在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讨论后 同意修正联邦宪法第一之二条文 及第160之二条文 麦西木说 该理事会也同意将在来临的 国会下议院会议中 提成相关修宪法案 重新定义联邦宪法内 联邦字眼一词 这也是此次修宪法案与希望联盟 在2018年所提成的修宪法案 最大不同之处 即重新定义第162条文的联邦字眼 此外该特别理事会也同意下放 发放深海捕鱼执照的权力 给沙巴及沙拉越政府 现在让我们来关注沙拉越疫情进展 沙拉越近日新增749宗冠病确诊病例 同时也通报13宗累计死亡病例 死者年龄介于45至91岁 其中古静与梅里的确诊病例皆破百 分别是186宗及155宗 目前沙拉越累计确诊病例达232973宗 在新确诊病例中 有736宗来自第一级第二组别 而13宗病例则属于第三第四及第五组别 另外随着多个经济领域开放 及放宽政策后 再加上今天是莫罕默德先知诞辰公共假期 古静本地旅游景点及购物广场均涌现人潮 如今经济领域开放 且允许跨县跨周后 民众今日也携带一家大小 前往古静多个景点区 如古静河滨公园黄金桥 南麦森特海边及市区购物广场等逛街 换个焦点 投资虚拟货币平台无预警倒台 导致青年无法拿回自己所投资的 逾3万令吉 身边朋友也遭受牵连 今天报警求助 30多岁华裔青年告诉警方 他投资有关虚拟货币仅一个多月 之前投资的回酬都有按时拿到 令他信心大增 还加大投资力度 不料昨天开始 投资平台无法使用 青年无法把自己的本钱取回 就连在平台赚到的回酬也化为乌有 损失超过4万令吉 青年也说 由于平台所给的回酬都有按时发放 所以他便把这发财之道 介绍给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2022 akan dikeluarkan mengikut jadwal ditetapkan malahpun periksaan itu ditanggungkan beberapa kali sejak tahun lepas Study at Sunway College Pitching and let us take you overseas selamat menikmati